事情是这样的 我今天本来打算学做几个土豆饼 先把土豆切块 上锅蒸个20分钟 处理虾子 虾头不要丢掉 炸成虾油 拌饭超级香的 然后开虾背去虾线 这一步做完就感觉特别的酥爽 把它丢到盘子里 摆个美美的造型 在正中央放上一颗鸡蛋 这鸡蛋似乎有自己的想法 不管它了 我们继续加调料 加盐加胡椒 把虾抓匀 静置一会儿腌入味 这时土豆也蒸好了 用擀面杖包上保鲜膜 给它一点敲打 然后把土豆泥倒出来 加入淀粉揉成团 因为要炸 我本来想加入炸起来最酥脆的土豆淀粉 转念一想 我往土豆里加土豆淀粉 所以最后就换成了玉米淀粉 加上胡椒的土豆团子 这个看起来特别像是香草冰淇淋 把冰淇淋压扁 扣出几个圆形的饼饼 就跟之前做司康一样 看到这个你们是否想起了一首歌 据说用筷子和勺子就可以戳出一个笑脸 我来试试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啦 这是不是和日本某位导演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嘛 短短几分钟我收获了一群 我决定选择杏眼吗 剩下的团子也还是搓成球 往中间戳个洞 放上满满的马苏里拉芝士 包好以后搓圆 在塑料袋里倒上淀粉 把腌好的虾丢进去 把它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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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完一遍,放凉了还需要复炸一下,才能保证酥脆 而像是土豆泥球,因为体积比较大,需要经常翻面 最后再放入大虾,虾熟得非常快,几分钟就好了 餐盘上垫上油纸,起锅啦 给大家展示一下拉丝的芝士球 好烫,真的,这对我的铁手是个很大的考验啊 但是为了拍到拉丝的土豆,我还是趁热我的芝士呢 但是大家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外皮是酥脆的,里面是柔软的 哎,太烫了 还有我们的,大家记得这是几号选手吗 最后是我们的重头戏,芥末炸虾球 在此之前可以先调配好芥末酱 加入蛋黄酱和一条绿毛虫,再倒入一咪咪的蜂蜜 把它搅拌成一种黄绿黄绿不可言说的颜色 把调好的芥末酱裹在刚炸好的虾球上 这一道一定要趁热吃呀 放久了炸的酥脆的外壳就会慢慢的软掉 芥末的刺激在喉间炸开 中和了蛋黄酱的腻味 加上虾球事先经过的调味 这一道无论是味道还是口感都超级丰富 至于炸土豆,还是和番茄酱最搭配嘛 而油炸食品自然是和快乐水最搭配啦 那么就开始享用快乐宵夜吧 这块的芝士好大 我刚切开的那块没有芝士 我还特写啊掰开 我说我的芝士呢 就是吃个脸 就是 就是广东人 就没有表情的广东人 我是关心你有没有好好吃饭的甜面酱 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哦 好吗